但后团360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看姚金南做的一个高度 另外一个空中的姿态 它是比较好的 好 是美国队的微博 我们再看美国队的高地杠 虎回环 他的动作比较跟别人不太一样 他腾身是这么前回环 前摆转体180 身上摆倒立 转体360度 接特卡切夫 看他下法 他改下法了 还是比较稳健 有一小跳 我们看中国俄罗斯和美国运动员的这个高地杠的特点都不一样 我们看美国运动员他们是比较注重能力的 所以他这个在高地杠表现出的这个 一个刚进有力的这样的 都是一些这样的一些动作 中国的运动员比较灵巧 他这个在这个转体方面都有特点 俄罗斯呢 他们在这个先天的舞蹈的训练 包括身体姿态的控制上 另外包括整个的编排的流畅性 也有自己的独特的方面 高地杠是美国四个项目当中最弱的一项 他们的难度给大家介绍过 上场三个选手 资格赛难度是在5.9到6.4 而中国的呢 基本上是三个人都能做6.7的成套